第1124集 这伙剑神也知道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急忙把夜晨放置在一处房间里面 拿来最好的疗伤丹药 夜晨不出三天就能够彻底治愈 三天的时间悄然过去 百仙王宫驻地骤然降落了几人 这些人的气息极其强横 正是来自百仙王宫 这几天他们发现 百仙王宫竟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绝对出事了 但是哪怕万剑帝宫的拟天阵法压制 也不可能让百仙王宫全部覆灭吧 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 神曲颤抖 一股滔天怒毅燃烧心头 谁也想不到 百仙王宫留在驻地的混原境 河道境乃至造化境 竟然全部陨落 无情斩杀 如此失衡遍野的画面 甚至让一位老者一口鲜血 当场喷出 李文大人 我们百仙王宫的强者 无一圣还 全部惨死 一名强者开口说道 他是造化境八层天的强者 不过在方圆千里 只能够被压制在造化境初期 不仅如此 李文本是星翘境强者 现在同样被压制在了造化境 固然如此 李文的实力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抗衡的存在 到底是哪个小畜生做的 别让我知道 要不然老夫不杀他 事不为人 李文仰天怒吼 这一次损失的强者实在有点严重 若只是弟子被屠杀 还不至于如此动怒 可死了多少名造化境强者 这些人不知道花费百先王宫 多少资源 才达到如此的境界 现在竟然全部都已经死了 如何不让他动怒 查 一定要给老夫查出来 李文咬牙切齿地开口 一双眼眸早就已经被怒火包裹 大人 我来动用秘术 绝对能够查出来 这个时候一名强者走出来 他精通推演秘术 能够推算出一切 眼下如此惨不忍睹的画面 他自然有信心推演 他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杀死这么多强者 李文轻微点头 那名强者咬破手指 一滴精血流出来 脸色略微苍白 这秘术也算是逆天而行 肯定要付出一些代价 那名强者的手指 打出奇怪的动作 突然眉头一皱 继续推演 然而半个时辰后 他一口血水喷出来 整个人奄奄一息 似乎只剩下一口气 怎么可能 大人 我竟然没有资格查看 这名强者顾不得自身伤势 整个人还处于震惊当中 什么叫没有资格 说白了 动手之人的身份 他还不配知道 要知道他可是造化 井巅峰的强者 竟然都不配知道 李文眉头紧锁 却没有多说什么 看来对他们动手的 不是一般人 也对 若是一般人 在阵法压制之下 又怎么可能 斩杀这么多强者呢 在万剑地宫的大殿上面 烈火剑神坐在首位 叶晨坐在一旁 三天的时间 叶晨早就醒过来 不仅如此 他的伤势已经彻底恢复 万剑地宫的丹药固然强大 但是真正强大的是 叶晨的神魔轮回绝 以及不朽神体 在烈火剑神的下方 坐着黄埔剑神 阔海剑神 至于冰霜剑神 已经独自一人 去寻找冰剑师尊的下落 灵魔谷的强者无法出手 万剑地宫 只能有人冒险 去一趟乾坤杀狱了 阔海剑神下面 坐着十名造化镜强者 这些人目前 已经是万剑地宫 被阵法压制后 最强的力量 宗主 现在的情况 我们应该如何是好 在外面三大顶尖 势力的强者虎视眈眈呢 黄埔剑神直接开口 虽然禁忌阵法 暂时解决掉危机 可治标不治本 一旦本源之时的能量 消耗殆尽 到时候他们万剑地宫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呀 我建议 等冰霜剑神回来 说不准冰剑先尊回归 已经突破到至高境 到时候 依靠宗门的底蕴 不一定会败 这时 其中一名白发老者开口 恐怕 本源之时 坚持不到那会儿 阔海剑神 苦笑一声 的确 本源之时 开启了阵法 但是既然是能量 总有耗尽的一天 而这一天 不远了 大不了 我们杀出去 哪怕死也无所谓 总比一直当 锁头乌龟好吧 大殿上 你一言我一语 根本没有万全之策 谁都知道 本源之时 里面的能量 一旦消耗殆尽 就是他们灭宗之时 野晨 你有什么看法 烈火剑神 毛子一宁 突然看向了野晨 在此之前 谁也不相信 混元境 能杀造化境 但是野晨做到了 更是在无数强者手中 救出了清剑先尊 野晨的意见 值得他们去听 野晨沉思了一下 最后站起来 缓缓开口说道 现在的情况 显而易见 万剑帝宫 必须要寻找盟友 现在的情况 万剑帝宫孤立无援 如果有盟友的话 或者有宗门愿意出手 不见得会没有办法抵挡 在他们你一言 我一语的时候 突然一名万剑帝宫的弟子 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宗主 不好了 有人正在试图破坏阵法 一句话 让在场的众人彻底变色 烈火剑神手当其冲 直接冲了出去 现在禁忌阵法是他们的根源 绝对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差错 烈火剑神一冲出去 其余强者哪里还坐得住啊 野晨也跟在后面 正好发现一名造化镜强者 竟然把阵法撕开了一个口子 百仙王公 圣龙家族 魂族 一个个强者竟然冲进来 这些强者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一个个实力强悍 冯杰 你竟然叛变 烈火剑神一巴掌拍过去 冯杰整个人一口血水吐出来 身体倒退 万剑地弓的强者 不管不顾 来到裂口面前 一个个咬破手指 滴出精血 裂口一点点的消失 烈火剑神 阔海剑神 黄埔剑神 一众强者跌落在地面上 他们本来就有伤势在身 外加上启动禁忌阵法 让他们损坏本源 这一次虽然修复好阵法 可是已经冲过来十名强者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作战 冯杰 你做得不错 到时候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 圣龙家族这边 一名造化镜强者 直接开口说道 这一次他们收买了 万剑地弓的一位强者 里应外合 虽然只近来十名造化镜强者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足够 在禁忌阵法里面 烈火剑神这些人 也同样都是造化镜 然而他们圣龙家族这边 一个个气息雄厚 固然同样被压制在造化镜 但是气息上 已经碾压受伤的 主夺造化镜强者 他们十个人 足够灭杀烈火剑神等人 到时候烈火剑神等强者一死 万剑地弓也就彻底破灭 烈火剑神 今日你们万剑地弓必灭 一名造化镜的强者开口 一脸张狂的神色 看着烈火剑神他们 哪怕只有他们十个人 进来又如何 烈火剑神他们已经没有 继续一战的能力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宗主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是好 黄埔剑神一脸绝望的神色 看着烈火剑神 他不是害怕 而是没有想到 今日万剑地弓就要覆灭 他们还要维护阵法 根本不能够战斗下去 实名造化镜强者 能够横扫他们这些人 烈火剑神脸上 驰目的神色 仿佛整个人苍老了十岁一样 难道他们万剑地弓 真的要灭亡在他的手中吗 烈火剑神不甘心 但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 他憎恨地看了一眼冯洁 若不是这个叛徒 现在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 叶辰 找个机会 你逃出去吧 烈火剑神看了一眼旁边的叶辰 叶辰的实力只是混圆镜而已 实力低微没有人会注意 找个机会应该可以逃跑 烈火剑神觉得有点对不起叶辰 若不是他的话也不会让叶辰陷入危险的境地 叶辰笑而不语并没有说话 反而拿出了血魔剑 握紧血魔剑的一刻已经代表了他的态度 当初兵剑先尊不知道帮了叶辰多少 现在世尊的宗门有难 他如何能够离开 否则只会让他的良心不安 他不求登上巅峰 但是身为武者 只求一个问心无愧足矣 叶辰一个人直接一步踏出 看着众多强者 当叶辰冲过去的一瞬间 万剑帝宫这边的强者脸色大变 叶辰怎么能够冲上去 他难道不怕死吗 这一刻烈火剑神的眼眸覆盖了些许雾气 患难见真情啊 万剑帝宫并没有帮助过叶辰什么 然而叶辰却第一个冲过去 这一刻叶辰的背影 在万剑帝宫弟子的眼里都变得高大起来 叶辰知道冲过去的后果是什么 但有些事情他必须去做 当初若不是兵剑先尊 他早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三大顶尖势力的强者 看到叶辰冲上去微微皱眉 难道这个人是疯子不成 一个混圆镜的蝼蚁 竟然也敢拿剑指着他们 他们虽然实力被压制 并且志强的存在都已离开 不过留下的也是货真价实的造化紧强者 一个混圆镜的垃圾冲过来 算什么事情 看不起他们 他们就已经听到咬咬咬了